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路面积水瞬间淹过人行道 封面通过澎湖一早出现大雷雨 时雨量超过60毫米 受雷雨影响 飞机一度无法照常起降 延误超过半个小时 澎湖机场航班被打乱 够有800多名旅客受影响 我们在7点43分的时候 机场三里内有雷雨 到他们作业程序暂停地行作业 机场作业停滞超过一个小时才恢复 澎湖也发布一级淹水警戒 封面来袭紧接着西半部地区 也得慎防大雨 尤其未来五天恐怕全台雨不停 周日封面接近大气不稳定 午后各地有震雨或雷雨 周一封面掠过北部海面 北部东半部有偶震雨 周二华南云系影响 东半部有零星雨势 周三另一波封面接近 北部东半部水气再增多 直到周五干空气南下 天气才转趋稳定 周日白天高温 各地都很闷热 中部更是有机会上看35度 封面带来降雨也降温 各地气温略降1到2度 但雨势空档还是偏闷热 周三起另一波东北季风来袭 北部东北部降温转凉 周四周五早晚也偏凉 东北部低温落在19度 周五清晨受辐射冷却影响 北台湾最低温更只有15度 激烈两波封面来袭 天气不稳定 预计到下个周末才能再度迎来 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三选李文胜科普选台北层部到